朋友们好,我是老宋,欢迎朋友们来听我老宋,砍大山 前两天快到清明节的时候呢,和往年一样 去爷爷奶奶墓前去寄扫一下 寄扫就是干什么呢? 收拾收拾墓碑,打扫打扫旁边 然后呢,摆点贡果,磕几个头,上炷香,烧烧纸 坐在爷爷奶奶的杯前呢,说两句话 其实啊,有什么用呢?我也知道可能没什么大用 你说爷爷奶奶能听到我跟她说啥? 我说我现在怎么怎么样了,你能怎么的? 他说也不能,可能我烧的纸呢,他们也可能收不到我一些钱 我摆得供我呢,估计他们也吃不到 但是呢,清明节了嘛,就是一个思念 一种寄扫吧,一种对先人的思念 就是一个对我爷爷奶奶的思念 我觉得是挺好的 因为我爷爷奶奶是在一个公墓 我们是买了一个公墓 但是今年呢,和往年就有一个区别了 就是什么呢?不能烧纸了 这个是我心里啊,当时不太能什么理解 因为什么呢?这以前那个公墓啊,坟前是不可以烧的 就这个墓碑前是不可以烧的 但是专门有一个地方 然后有十二生肖的炉口,像炉子的 数什么十二生肖都有,成龙四蛇呀这些都有 然后呢,你的亲属呢,是数什么的 你就在这个炉口去把你的纸烧了 然后念叨念叨,也算是给亲人们一种寄托吧 就这么样,往年都是这样 我觉得这个挺好 因为什么呢?咱说实话 你在路边烧啊,或在墓前烧啊 有一些树木啊,容易引起火灾 这个咱也得承认 但是,在这种炉前烧 实话实说,非常非常的安全 但是没想到,今年也不允许了 我问了一下工作人 工作人说,这个地方可能过两天就要扒了 彻底以后不要烧了 哎呀,也不知道该说什么 然后我姑啊,就说 就跟我爷我奶泊前就说呀 现在这也不要烧纸了,没关系 回去我找个地方给你烧去 我肯定得给你烧了 我心里知道,肯定能的 你说这个东西就是 像这种安全的地方你不要烧 那有些人说,我这么多年了 我有这个习惯,我就一定得烧 那他就会想办法去找一个地方去烧 你说你有巡逻员员,你有成果员员 你能24小时去看着吗?不可能 他半夜找个地方,他也就烧了 更容易出问题 而且烧的一块也不好 我不明白,为什么要这种一刀切呢? 为什么就不能适当的引导这种一风一俗呢? 而且这种传统习俗,传统文化呢? 是吧? 他有他的不好的地方 有些人就说了,我坚持这个 那个坚决拥护,不要烧纸 他说的一些观点呢,就什么呢? 第一点,你问我 烧纸有什么用? 这个说实话,谁也不知道有什么用 你说烧纸有什么用? 他真的收到钱吗?不一定 就是一种寄托 就是一种美好的想法 希望老人们在那边害活的 就是像我们一样那边还有一个世界 那个世界他不可能害活的 虽然这是不可能的 大家都说了,你说是迷信 可能不可能,但我们只是美好的愿望不可以吗? 就这种愿望 期望 明知道是假的,我们也愿意保留这份愿望 对吧? 所以来一个寄托,给他送点钱 希望他们在那边能花钱 这就像我们跟他昨天摆了一个冰箱 摆了彩天,是一个概念 一个意思 这种美好的寄托呢 我觉得没有必要一下子打破 它并不是分线迷信 就是一个美好的愿望 希望这个事能代表美好的愿望 那你说有用 你说什么有用? 你上寺庙烧香有用吗? 好像也没啥用 那清明去祭祖就有用吗? 也没啥用 你说这个扫扫坟他有用吗? 好像也没用 你说哪件事情你敢保证说他一定有用 是吧? 所以这个你说他没用 就没有道理 咱不能说我烧香拜佛没用 咱就把寺庙关了 这个不现实 是不是? 这是一方面 还有的书吗? 那现在你记住 你失念 表案的失念 表案的寄托 你献花也可以啊 说良心 对,献花 现在目的啊 也有去买塑料花 但是现在我爷奶奶 塑料花也不一样了 必须得买真花 放下真花 挺贵的 几朵花就二十多块钱 二三十块钱 蛮贵的我觉得啊 一人一数的话 我一百 就这样 但是呢 这个献花这个习俗 自来就不是我们民族的 一个传统 我们民族好像对花 没有这么大概念 这个花对西方很重视 你看西方啊 什么结婚需要有花 什么死了需要摆花 人死亡了 木碑也需要摆花 然后呢 那个恋爱需要送花 求婚需要送花 情人节需要送花 母亲节各方面 就他们对花 就他们对花是一种 很常言下来的 也算一种习俗了 也算一种文化了 对吧 我们以前中国对花 没有那么多 什么花语啊 什么这个 什么康乃馨 送给父母啊 什么东西送给老师啊 什么玫瑰 代表爱情啊 以前中国有吗 没有啊 这都西方的文化 那说花这种东西 如果我们随便的 这难道就是好的 就是优良的 我觉得我们只是宣传了西方的文化 他们的文化就好的 献个花就好 我不觉得 真的 我觉得西方文化有好的 我得承认 但是我们不能什么都学西方吧 就觉得他们这个就是先进的 我是不太赞成 咱就说西方没有招惑吗 那西方万圣节 整大南瓜 扣成那样 鬼脸 整登楼 那你说它是先进的吗 如果先放在我们了 肯定认为它是糟粕 对吧 一个人一个一个的 划成鬼脸 划成那样的 现在我们年轻人也在学这个 也在过这个节 朋友们你们想一想 我说的不激动 咱不激动 咱就实话实事就 你说 现在我们过西方的节 尤其是年轻人 过西方的万圣节 把南瓜干 我说切成那样 打扮它像鬼似的 啊万圣节 对吧 过情人节 都出去送玫瑰 送巧克力 这都是人家的方式 对不对 都是人家的就是 仪式感 不管就化成鬼 送玫瑰 也送巧克力 都是人家的仪式感 是不是咱们也在学 圣诞节 整个圣诞树 不管真的假的树 也整一个 然后 什么 圣诞老人送礼物 这都是他们的仪式感 你成为不成人 他们过哪个节 都有相应的仪式感 你看一看 不管是招魄也好 还是精华也好 他们都在有 肯定有精华 但是我觉得大部分 咱们现在说 这不算精华 你说你说圣诞老人 送礼物 那不是迷信吗 对不对 你说那个 那个圣诞树 国外都是真的圣诞树 你说整个不也是 破坏环境吗 对吧 你说那南瓜切了 放成鬼 那是那什么这样 对 这都不是 那现在我们国内的节呢 你看看还有什么风险 你看什么武龙啊 武冬啊 妙慧啊 这些东西 逐渐都没有了 剩下都是什么 最多剩个吃了 现在烧纸也不一样了 方便也不一样了 这些都不一样了 最多什么 现在你发现过什么节 什么端午节呀 八年节呀 什么过年呢 什么各式各样的节吧 我们传统节的 就算一个什么 大家聚会吃饭吧 对吧 你各家就是聚会吃个饭 哦 过节了啊 今天八月十五 吃饭 今天过年吃饭 今天端午节吃饭 就算这样 一点仪式感都没有了 是不是 这样好 真的好吗 好大家想一想 第二个 有人说了 烧纸破坏环境 乌眼环境 朋友们 这句话 真的你们仔细想一想 它能乌眼多少环境 如果我们的汽车尾气 全达标了 有些汽车尾气 怎么达标 你们这也清楚 这不用我做 对吧 检测 怎么检测 你们知道 如果我们的工厂的环保 全合格了 就是这点 烧这点纸 还算吗 如果真是那样的话 我真的你家家做饭 对空气的影响 都比他大 有人说了 吃饭是必须的 那你学国外呀 别煎炒烹炸呀 多吃些冷餐 对吧 汉堡啊 什么这些冷餐 你到国外去 你要吃煎炸烹炸 邻居肯定不干 这什么乌氧环境 怎么怎么样 对吧 你也学那个 你看看乌氧环境 对吧 每年就烧这么点纸 说实话 你要跟马路边烧纸 我认为国家制止啊 管理啊 这都是对的 但是你有一个专门的地方 可以给那些人寄托 这个我觉得没有什么无缘 你们说是不是 好了 还有一个说什么呢 就是说 容易引进火灾 你看看 烧纸和树里哪 烧纸引进火灾 这个我承认 有偶尔有可能引进火灾 但是第一点 你国家管理 我都说了 你专业有一个地方 可以烧纸 对不对 你不要那个树树船 可以啊 制止在那里 那么少可以啊 对吧 那你说 我抓到楼 我给你种法 或者什么样都可以 第二个 朋友们 你们去搜搜历史记录 所有的火灾 你看看 因为烧纸引起的 有几个 真的 你看他在百分比 有多少 很少很少 说不好听的 他都没有你哥家做饭 引起火灾的次数多 真的 没有几起 真正的火灾 是烧纸引起的 对吧 那基本上能提出的 就这么多 说什么 没有什么用吧 然后影响环境啊 影响火灾啊 就是人情火灾啊 就这几样 你还能说出什么来 你要说浪费呢 就根本不说了 你就 说个纸浪费 好吧 我只能也就说 那你平常不浪费 真的 反正老宋说这么多呢 老宋还是那观点 老宋说过一次 这个话题 有一次 有一次说传统文化的时候呢 还觉得可能我说的有点不 可能大家不太好看了 就是说什么呢 老宋还是认不认为 这种传统文化呢 不说发扬 至少我不能一刀缺的去禁止 我应该寻寻力导 慢慢的你把一些东西 灌输到人的心目中 对不对 你要是老板下都认同了 自言就没有了 对吧 而且这种东西 我认为可以撕到了自治 人导管理 但不能一刀切 就像我说那个 公墓那个地方 有那么一个啊 挺好的地方 还安全 还可靠 多好啊 你说你这样了一整 其他人都 偷门去烧出来 你不更 是不 更永远还劲吗 更大楼市吗 你还不如走个观念的地方 朋友们说对不对 好了 今天老宋就聊到这了 也不想说太多了 人为言轻 说太多也没有用 朋友们觉得呢 我们可以讨论 是不是啊 好了 谢谢朋友们 观看老宋视频 希望朋友们喜欢老宋 希望朋友们关注老宋 拜拜